李隆我知道你在知道你外公这件事情以后 你曾经到甚至到日本去 去看看等于去寻回你父亲 你外公当年那个足迹 那你整个的动力是在哪里 我觉得这些事情应该要被知道 那我身为我外公的子孙 身为他的家人 我有义务去做这些事情 对 因为自己家人的历史自己不去做 那也不能去希望别人来帮我们做 是 我们看到西方的这个历史 以德国为例 这种事情都是用政府去做 尽管政府派代表去到国外去寻寻 但是在台湾这种事情必须要自己做这种政策 我不觉得这正常啦 但是应该这样说 你政府不做就算了 政府他基本上他是试图掩盖去这些东西的 对 那不然遗书早该在枪决的时候就应该发还给家属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没有发给我们家属 那一直留在档案局 是 你有没有跟其他的家属 受难家属那么多 彼此之间有没有联系 有 我有见过几位长辈 是 对 年纪都是在 也有像我一样第三代都有 第三代 那你们的共有没有想说 好 我现在知道这个事情 但是我以前不知道 我现在知道是对你自己的 对你的生活 对你的思想 对你作为一个台湾人 你有没有产生什么样的改变 对我来讲我更不能去认同现在的过去50年前的那个政权 它延续到现在 但是其实我觉得它本质上并没有改变 它并没有认真的去反省或去道歉 对 你像现在这么多的加害者 这么多的受害 受难者 长辈们他们都出现了 那我想请问一下加害者在哪里 不是所有事情都是蒋介石一个人他就可以处理 他不是一个人去枪决每一个人 那当初那些逮捕者 审判者 刑求者 甚至高密的人 那些人呢 那些人我不相信现在 在这个社会上完全都过世了 有这么多受难者的长辈还见在 那一定也有一部分的加难者 加害者还在 那些人在哪里 这是个很奇怪的现象 我们只有受难者 我们没有加害者 但是马英九或者像他们那一些人 过去在政权上面 不是外围就是内围 银公啊 我们要向前看啊 台湾人要向前看啊 那为什么要向前看 因为他们不敢面对过去 过去对他们来讲 他们没有办法解释 这么多人 这么多的 这么多的人 加起来几万年的牢 还有几千条的命 就这样子走了 那多少的家庭破碎 他们要怎么去面对 因为他们还是延续他们的政权 甚至连 从蒋介石到蒋经国 到马英九 他每年去拜慈虎 对 他还是认为 他是延续那个政权下来的 那既然这样子 他怎么会去面对 他认为他延续了政权的错误 因为有另外一个虎比赤虎还好玩 那个叫做拜赤虎 另外一个叫做庄迷虎 后面这个虎卡火上 但是你觉得台湾的社会对这种反应 这种有这种感想的人多不多 我觉得真相不能被掩盖 但是如果大家忽视的时候 像我身为家人 我有责任要去把家人的真相找出来 那你怎么做 我怎么做 我跟国家党也调资料 我写信到日本此刻大学 我请人翻译日文 去请问教授 说有没有当年我外公留下任何资料 我去拜访同案的长辈 同案现在还在建在的难友 去拜访我们家族其他还在世的亲戚 对 我想去找出我外公当年 所曾经经过的轨迹 除了这个以外 再来呢 你有没有想到过 你知道在这个当中 我每次都举德国人 好像对德国人不太公平 不过应该这么讲 就是相较于中国国民党 从蒋介石到马银九 德国人所呈现出来的那种忏悔 那种诚意 我们是看得到的 我应该想这么讲 但是譬如说以色列 他们走很多的途径 三个途径 我都算起来 第一个是军律 自律救济 他们自己花钱 自己组织到全世界各地去搜寻追捕 然后抓到德国去 抓到以色列去 另外一种就是控告 另外第三种就是尽量的写 尽量的让全世界知道 其中一个其实 法律问题可以考虑 你们没有考虑 譬如说控告中国国民党 目前还没有考虑 那就像 就是你刚刚讲的第三个途径 这是为什么我今天会来这里的原因 对 因为如果有人想了解 我愿意 让更多人去了解 曾经发生在台湾的真实的这些事情 你再知道阿公这件事情 进展后 你对台湾过去的历史 我直接问 有没有兴趣 还好 对 那时候我知道228 但是 我那时候只知道228 只知道党外 但是我不知道在228跟党外之间 还有这么长一段 白色恐怖 那还有这么长一段戒严的时间 那知道这个又会不会影响到 你看台湾的过去 现在跟未来 或者你有没有 有没有做下什么决定 未来 你的生活规划 也会不会有些什么改变 你的生活里面 会不会多出几样东西 或少到几样东西 我觉得未来我能做的就是 除了把这件事情厘清之外 那如果有人愿意 对 我会把这件事情 能做多少是多少 因为毕竟有些长辈已经过世了 那也有些家人都不在了 对 那如果可以帮助其他的家属的话 对 我愿意去做 你自己有网站或者是 有 我有网站 对 我也有写在部落格 有在部落格里面 对 那能不能跟我们观众讲一下 方不方便讲 因为我不记得网址 没有关系 那那个有机会我们再让这个 让这个人 因为其实到第三代 有这种shock感受的人 可能不多 我所谓的不多艺术 是说要不然很多人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 最后放弃掉 甚至有一些人反过来 我是没办法想象 会去帮马英九 或者国民党政府将 包括这个冤冤相报何事了 真的要向前看 不然台湾永远不会有办法进步 有关于和解这两制 李安娜逊 你刚说远远相报何事了 问题是 有人这么想 我不认为这是远远相报 对 问题是我们要去报谁 我们现在除了蒋介石 已经躺在棺木里的蒋介石一位 我们根本不知道 其他家害者在哪里 当年的那些特务呢 现在在哪里 我们去找谁 我知道有几个在哪里 但是这个以后可以再谈 那要怎么去找出来呢 对 我希望像南非他们是 南非他们做法是 他们可以 加害者他们可以上法庭去 说申请原谅 那当初那些受迫害的人 可以申请国陪 对 那加害者可以得到特色 那我觉得 只是你要把事情讲出来 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做法 把事情讲出来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子 什么都不知道 换句话说 和解 并不是这种扯烂乌的 大名乌上的和解 他有几个前提第一的所在 加害人要先认罪 对 然后才有可能和解 对 好 我相信这一段话 后面一几句话 由这个白色恐怖受乱者的第三代 走过了半个世纪 终于真相大白 后面这一句话 和解 并不是由加害者 连在哪里都不知道 由这个集团来说向前看 和解 是要真心的忏悔 那么台湾的加害者 第一个在哪里 第二 他们忏悔吗 这给我们留下一个很大的问号 我们这段先到这里所在 多谢 OK 谢谢